人工辛苦了一整年 通常都会领到这个年终 不过今年无印良品的员工 似乎是不太好过 因为今年他们是没有年终奖金 不过让员工非常不满的是 因为公司先前才公告 去年的时候他们大赚了70亿元 所以原先还很期待 可以领到不错的年终奖金 但是却是一场空 甚至有员工就抱怨了 他来这边工作五年 都没有领过年终奖金 这个春节红包更扯 里头是100块还是一个折价券 所以就有人说了 他准备年后就要来离职了 好 对此无印良品这回也回应了 他说因为主要是整体的营收跟净利 没有达标才没有发奖金 不过在4月跟10月的季节固定奖金 都是有照常发放 员工爬上爬下换广告看板 一旁同事也一一折好 民众试穿完的衣服 即使春节除夕能下午四点半下班 但他们似乎开心不起来 不止春假客人大爆量 让他们心情更差的是口袋空空 台湾无印良品内部公告 2023年营收达新台币七十亿元 比前一年度成长近百分之十五 今年却没有发放年中 让第一线同仁难以接受 甚至传出罢工声浪 还有民众在官方IG兑换红包带的页面上留言 员工会有红包吗 酸问有钱的那种 而有员工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解答 有哦 领到春节红包一百块 还是折价券 嘲讽真是大方 还有前员工回应 去年是拿到呱呱乐一百块 面对百元红包掀起争议 无印良品没有多做回应 但针对年中 透过声明表示 年度奖金分为变动和季节奖金 这次引起讨论的属于变动奖金 在营收及尽力 皆为达成年度目标设定下 没有发放 造成伙伴们不满很抱歉 但承诺4月和10月的季节固定奖金 将照常发放 员工透露 今年不是第一次没发年中 对公司说法打上问候 而无印良品要如何留住人心 还得靠具体行动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雷亚 想要抢额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